我们分析明天的情况将会非常非常之危险 有核心暴徒正策划在明天 即是10月1日执行不同类型的袭击 谋杀警务人员或者假扮警务人员杀人 港铁站钉汽油弹在油站中火 招募有自杀倾向的人去计划和实行 一些造成重大伤亡的事件 感谢观看